恭喜娘了,我很快就要有一个小弟弟了。 真的有孕了?小陈,你说,是个儿子啊?你们这个自立门户,还真是好风水呢。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 是呢,外婆,是个男孩,一月有余。这段时间娘也辛苦了,作访的事情你就暂时先别管了,交给燕云,好好养胎。 我倒是想要一个女儿,往后好跟你有个伴。 这一次,您的希望是要落空了,不过,如果您真的想要再给我生个妹妹的话,继续努力,下次还有可能哦。 你这丫头,你要记住,你是一个还未出阁的姑娘家,往后这些事情绝对不可以挂在嘴上。 娘,你要记得,我除了是您未出阁的女儿,我还是一个出色的大夫。 一个大夫说这样的话,好像是真的没有什么不对。 大夫两个字,把宋王室噎得无言以对。 反正你以后不可以经常这样说,不然娘就要生气了。 这明显就是道理讲不赢,就开始耍赖了。 您现在最大,您说什么就是什么,我赶紧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,等一下我就不过来了。 外婆今日上午煮的美味鸡汤面,我都还没有吃完呢,我得赶紧去吃了。 宋太的喜事很快就传遍了北关村,好多人都过来送东西祝贺。 宋王室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,到后面已经是十分坦然地接受众人的恭贺了。 宋王室是不是年纪大了傻了,这孩子还没满三个月是不能到处说的。 他倒好,搞得人尽皆知,到时候孩子没了,我看他还得瑟什么。 哎,你这话可别说得这么大声啊,要伤宋家的人听到了,那可就麻烦了。 有什么麻烦的,我说的就是事事啊,难不成他们还以为我在咒那宋王室啊,就算是我咒了他又怎么样,这官府也没说咒了人就犯法吧。 你这人呢,好吧好吧,随便你怎么说,反正我已经劝过你了。 我也就是说说,不会有别的意思。 说话的这两个人是北关村的一对轴里,他们家里的男人因为好吃懒做,一个都没有被选到宋晨的作坊里去干活。 就连之前宋晨做那个牛棚,现在山上开荒,都没有找他们家里的任何一个人。 他觉得宋晨这就是对他们有意见。 反正我提醒你,这件事你说说就算了,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。 那宋晨看不上我们家里的人,那也是有原因的。 男人就那样了,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勤快点啊。 嗯,我知道了,你去忙你的吧,我在这里坐会儿。 嫂子走了,剩下她一个人坐在那里,她觉得自己的样貌在这北关村真的算是不错的。 只是这么多年的风霜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了许多,但是她实际上比那宋王室要年轻了五六岁。 她觉得自己好好收拾一番,绝对不会比那宋王室差的。